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属于一个好的消息 因为市场已经知道它的这个升息的力度不会很大 就是在于一个0.9%就是到明年年尾的话 所以它现在已经减少这个债券的回购 已经减少到60个Billion一个月 所以基本上到明年的3月呢 就会停止在市场里面回购这个债券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造成这个股票市场 一有了它的那个消息过后就开始涨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图 现在的这个指数都S&P500 都高过这一个5天的这个平衡线 就是被这个50天的平衡线支撑着 所以这个200天的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还是蛮强的一个向上升的一个趋势 因为现在已经到43多了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一下个股方面呢 现在目前来讲我看到比较跌的比较低的 反正是在银行股 就是因为有了那个消息 升息的消息 然后再加上那个疫情 回了下来到现在都还没有涨回上去 所以现在实在 现在它是低过这一个50天的这个平衡线 所以它会不会向上是这样跌低的 然后又拉回上来 然后又一个很快的增长呢 我看这个银行股要等到它一月的时候 它出业绩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好的消息 如果它的它的赚幅是超过预期的 不然它就会在这边盘旋 然后你看跌的比较凶的 然后是这个Citibank Citibank目前它现在是掉到蛮厉害的 因为它有说它会停止回购公司的股票 所以那个消息一出 再加上之前的那个Omricoin的关系 所以它已经跌破了这个200天 跟50天的这个平衡线 现在就一直往下 所以是一个down trend 可是以价值来看的话呢 现在这支股票 以价值来看的话呢 它现在是在PE 它现在只是PE5.678了 然后ROE有一个12.75% 所以12.75其实是蛮高的 跟其他马来西亚的银行 你看Madebank只是少过10 所以它现在的营业增长就没有 因为它现在在 它现在就开始测资 在东南亚这些 它就开始测掉 它一些的branch 然后revenue growth 的话跟去年相比是有增长一点 earning per share 5年是没有什么增长 然后这个year on year的话 季度跟季度的话是有增长的 所以它换了一个新的女SEO 相信它这个女SEO应该是还不错 现在的PE是蛮低的 就是在5.627 那average都有一个10 最低是4.402 距离最低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就差不多就会达到 有可能会达到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就导致 可是昨天的话它跌了过后 它有稍微涨回一点 不过以图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难看一点 然后你看它之前 它的earning per share 都是有达到预期的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1月的时候 如果它达到预期 这个股价会弹的上去吗 这个是在下个月就知道了 所以它现在是属于蓝地的 它现在是属于52个月 52个礼拜里面的低点 然后target price 平均target price都有82.5毛钱 所以如果明年联储局升息的话 应该是对这个Citybank 也是会有好处 所以它今年一整年 以下的情况是跑输大师 OK 然后 跟S&PB 跑输 跟Bernard America也是跑输 Jepin Morgan也是跑输 OK 所以如果你是看好明年 明年它已经说会升 升息了嘛 对不对 会升三次息 所以会去到 可能一个0.9% 升息的话 如果你是放长远的话 可能这个是一个 机会在Citybank 我们就一起再来看 它过后的走势是怎样 好 我今天这个短短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欢迎来订阅点赞 Up